古文化 讓我播出烏雲密覆 蛛絲馬跡被我記錄 少起潮落 起起伏伏 世間萬無為我併護 煞草惱逸 對手角力 堅任安棄 令花暴玉 成間粗厄 粗香芙弱 仍然情仇 江湖倒義 走過刀傷火 海龍湯 忽 hail 黑黑風高我的光芒照亮了烏焰 真相的火焰在我腦海浮現 陰謀歸計無法左右我的主見 任我一早一世刀光盡陰現神通 儲暴安良為國為民我在下個夢 與你道不通把我傷不動 笑傲江湖像令狐中 讓我鬧天公像孫悟空 小龍虎毫無功 刀剪在我手無愧於天地 長生為我救守護江山反壁 累下著大修煉在夫婦之下 這不是我後馬不屬我的部下 見舞狐之大 要學會放得下 沒說說的就是你是我的你別拿 累下著大修煉在夫婦之下 這不是我後馬不屬我的部下 見舞狐之大 要學會放得下 沒說說的就是你是我的你別拿 當我翻開歷史書的這一頁 勢必揭開隱藏著的這一切 當我翻開歷史書的這一頁 勢必揭開隱藏著的這一切 大修 我告訴你你這裡危險 女兒 曹將軍 也沒事 也沒事 照顧好我爹 小心 你沒事吧 沒事 沒事 你看我閨女 關鍵時刻 很想讓她爹 你沒事吧 好厲害 還是師父厲害 大人 曹大將軍和北斗司封城府的人 和一群怪物正在大戰呢 包靈欲窮勞嚴禁縱脫重犯 是 殺 眼睛 站住 眼睛 哪裏跑 北斗司 名不虛傳啊 偷擊不成 反十八米吧 老夫即將釐清 這些個機關獸也不便帶走 全當是廢物利用罷了 廢物都廢了 足下該怎麼辦呢 眼政 束手就擒吧 哼哼 論武功 我可不是你們的對手 但是想抓我 也沒那麼容易 這這 後悔有期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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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嚇啊 啊 嚇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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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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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究还是邪不胜正吧 陛下 杨大祈掩正等人 当年贪莫公款的证据都在这里 此外 还有杨大祈挪用公款 亏空府库的账目明细 和相关人员名单 臣还要弹劾参之正事魏林 借主持这些工程项目之际 与掩正杨大祈等人 趁机贪污受贿 终宝私囊 这小子 这么高摔下来都不死啊 都怪我这次太冲动了 也不知道太岁这次 能不能醒过来 你放心 东明前辈说了 太岁没事的 很快就会醒 这小子动了 他又醒了 女儿 你不还惦记呢吗 人要醒了 你都跑了 怎么回事 少女的心思很难猜的 丫 丫头 丫头 感觉怎么样 看阳姐姐 眼证是不是已经死了 那线索岂不是又断了 不会 都城他们已经查出了 眼证的罪证 这个工程的负责人是魏林 跑不掉的 臣冤枉啊 你说杨大棋与眼证勾结 上下棋手之事 臣也是今日刚刚得知啊 震惊之余很是自责呀 都怪臣识人不清才发生此事 若康相公以此质问 臣不能不应 康相公说臣和他们沆瀣一气 参与了贪污 臣万万不能认 卫林 每笔支出都是你亲笔附和 亲笔画牙 如果没有你的手肯 这些款项根本无法支出 你还敢说自己没有参与其中吗 康平仲 你也是参之正事 你能确保通过你手的贡物 没有任何一点纰漏吗 陛下 陈虽然是玉清宫和泰山封善两件事的主官 可手头的事千头万绪 陈实在不能攻身每一件事 若有人在背后勾结瞒天过海 陈又怎么知道他们的把戏呀 狡辩 你这是狡辩 陛下 陛下 陛下呀 陈为朝廷为陛下偶心力血 从未有过半点私心哪 羽清宫之事 杜之思和公布匡算 都说虚实十五年 而臣素兴业媚 不辞辛苦 只用了短短七年 全都完工了呀 尊华 春华年间 侠戮百姓造反 臣奉命处置 安抚地方 稳定了局势啊 川军地区王军叛乱 是臣孤身入虎穴 说服了叛军 跪顺了朝廷啊 还有天夕年间还是臣 桂林 你若无才何以为相 有才而无得 并不配为官 有功而违法者 一样当受严惩 陛下 康平仲之事 既嫌度能啊 臣其害恐 求归 苦礼 够了 堂堂一个宰相 哭哭啼啼 成何体统啊 康相公 这衍政 杨大祈等人所为 是否涉事未临 实无证据 仅凭揣测 就要弹劾当朝宰相 这件事 你冒失了 无论如何 不得 至于你一个失察之罪 是免不了的 朕 就罚你三计俸禄 捡三年魔刊 你可认罪 臣 令罪 陛下 好了 你二人吵得朕的头又疼了 雷云 在 送二位相公出去吧 是 二位相公请吧 二位相公请吧 女儿 女儿 女儿啊 女儿啊 你要累死爹啊 女儿啊 既然咱们的误会 都说清楚了 跟别回家 你一个人在外边 绝不放心 谁跟你和好了 我救你是救你 谁原谅你了 丫头 你说 你娘受了委屈 你姨娘其主 那都是你脑子里的想象 对 你爹纳妾的时候呢 是委屈了你娘 现在呢 爹已经和娘 赔不是了 娘呢 已经原谅爹了 跟爹回家吧 现在说得好听 那时候还凶我 还打我 丫头 你说你这火爆脾气啊 你自个儿先大胆 住手呢 你要是能这么和爹 好好说话 爹也不会发火是不是 那你就打我呀 反正你就是打我了 就是打我了 小祖宗 爹不对 爹不对 爹都跟你赔了八百个不是的 你总不能不认这亲爹吧 我的腰 女儿 我的腰啊 女儿啊 我这腰 我这腰 我说女儿啊 你说你爹都打了一辈子仗 年纪又这么大了 也不知道能活几天了 我就想让你回家 让你爹和你娘 能够享受几天天伦之乐呀 女儿 爹 我喜欢这里 你喜欢这里 我觉得吧 在这里挺快活的 至少总比在家当一个大小姐好多了 是 话是这么说呀 可毕竟家还是家嘛 要不爹再给女儿赔个不是啊 曹大将军哪 以令元的性子 你想让他规规矩矩地做个大家闺秀 你觉得那可能吧 姚光 你们北斗司的花农就这么没大没小 敢跟你爹这么说话呀 他要是花农啊 我就是花肥了 下官呐 北斗司防御副使 隐光 老隐 我这你整天变来变去的 你累不累 是 姚光这姑娘啊 她做不了龙中雀 你呀 你得让她自由自在地飞 那样啊她才快乐呢 姚光啊 你爹 嗜毒情深 他渴望与女儿享受天伦 这也是人之常情嘛 我觉得呢 北斗司的差事啊 你也不用辞 曹府就在梁京 近得很 你隔三差五的 可以回家一趟 与你的爹娘啊 小句一次 这也是为人子女 应该做的职责嘛 老爷啊 说得好 丫头啊 你说呢 好 真的 跟爹回家 爹 你先回去吧 你跟我娘说 我过两天再回去 我还有事 我先走了啊 丫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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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丫头你 别动 我呀 老曹啊 你就是个武将 你女儿心思你不懂吗 不懂 她答应能跟你回去 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啊 会回去的 老爷子 你说我这千军万马 我都能指挥若定 我这丫头我就管不住 回家 我我跟你说的 哎哎哎哎 这是 什么脾气这种说话呢 我 你们俩一样 陛下可有心事 康相公和魏相公 打起了御前官司 朕为此恒施烦恼 你看这御清宫 多么的雄伟壮丽 当年百官都劝阻朕 只有魏相公 他支持朕修建 朕很是感激他 而且他用了短短的时间 就完成了工程 朕于是非常赏识 就提拔他为宰相 可先如今呢 康相公等人 却拿着杜之丝的账目 告诉朕 说他魏林上下其手 从中摊没大笔音量 你说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为什么要辜负朕对他的信任 陛下 证据确减 证据确凿吗 掩正和杨大琪都死了 确切的人证 并没有 但你想啊 弱大树木的款项被人贪没 你说他魏林不知情 这连自己都瞒不过去不是吗 贫道却不这么看 上师有何高见呢 陛下 魏林用七年的时间 建成了原本十五年才能完成的大工程 实在是不可多得的人才 至于说花销有些大 日夜开工缩短了一半工程 花销大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如此一来 这手下的人 如果从中做些手脚的话 魏林也不可能事事动拙 修建玉清宫 本来就是陛下沟通天地之间的大工程 而且陛下于泰山封善 更是一桩名垂千古的大胜举 如今 既然陛下没有证据证明魏林参与其中 陛下若贸然处罚功臣 这恐怕会令满朝陈宫 和天下百姓心寒 而且有可能也会触怒上天哪 对啊 朕若是处罚了魏相公 那天下人都会认为 朕是过河拆桥 刻薄寡恩了 尚师智慧 陛下英明 什么 我没有听错吧 魏林居然没有受到处罚 也不是没有受到处罚 陛下觉得 魏林没有参与贪污 只是受到属下蒙蔽 罚了三季的凤容 见魔堪三年 一事惩处 这种惩罚叫什么惩罚啊 于魏林而言 这是伤他个皮毛 那我们呢 白白忙活那么一场 就这么完了 一朝宰相 没有确凿的证据 就是天子 也不能妄加成熟 我们这个皇帝 是不是眼瞎啊 魏林那副样子 一看就是个无恶不错的 大奸臣 活拐他一万次 都是少的 这样算什么东西啊 太包庇他了吧 太岁啊 你这话可就说得亏心了 朝廷选官 手中仪表 那魏林长相和气度 也不是 是是是 特别俗嘛 对不对 我现在很生气 没空开玩笑 你就算再生气 也要懂得规矩 辱麻当今圣上 该当何罪 妖王 平时都是你带着的 该怎么惩治 我也觉得皇帝眼睛瞎了呀 魏林那个大坏蛋 天下皆知 就皇帝一个人觉得他是好人 师父 你说的这一些话 深得我心啊 你们两个呀 你去吧 我跟他俩说 你们两个要记住 这奸臣的奸啊 不是说他坏 而是说他狡猾 只有狡猾了 才能爬到那么高的位置 做出一些不容易 让人发现的坏事 你们两个生气有什么用啊 你们要学会 学会比奸臣更聪明 比奸臣更厉害 这样才能把奸臣绳之以法 但是我们碰到那么一个昏君 就算再聪明 再能干 又有什么用呢 冷静 只有冷静 才能找出对手的破绽 从而打败他 好好听听 窦城 星逸 你们怎么来了 窦某对北斗司 对足下一直颇有成见 玉雄楼一战 让窦某看到了北斗司的本领 也多亏了你跟柳大人 窦某才逃过一劫 今日来 是特地来向你们道谢 不是吧 我和柳大人是两个人 你们只送一盒点心 未免太小气了吧 据我所知 本朝的官员奉禄可都不低啊 奉禄虽不低 可你不知道 我家大人平素要买多少书 那书可都贵得很 书单子原来那么费钱啊 你 你别真生气啊 我跟你开玩笑的 好了 我呢 平素对你们也是颇有成见 这样吧 我一会儿请你们喝酒 也算是赔礼道歉了 柳大人呢 大柳啊 你不用管他 要请他呀 必须要去洪秀昭那种地方 他可是看到美女 就走不动道了主 喝酒嘛 咱们去就可以了 走 不好意思啊 走 好 这杯酒呢 我要敬你 你们 大理寺吧 虽然 看上去没有什么用 不过我现在才发现 你们大理寺 是真没什么用 但是你们俩还是很努力的 来 碰一个 太岁 这话可就不中听了 什么叫做我们大理寺无用啊 就 我的意思是 你们大理寺没什么大用 对对对 豆梦对你这番话可不敢苟同啊 你们北斗司 对于凶丸大盗 确实很有威慑作用 但是我还是要说 真正维护王法匡扶正义 还是要三法司才是正义 那倒不见得吧 就说那眼证 是不是我们北斗司拿住的 就凭你们的本事拿得住它吗 所以我说你们北斗司并非无用啊 但是与历朝历代毕设的司法衙门相比 那却是不可以相提并论的 是啊 试问 这天下间有几个眼睁 而普通坐监犯科之人又有多少 谁的功用更大 次元也没有 大人 太岁 你们今天吃酒 不就是为了和解吗 怎么又争上了 不不不 吃酒啊 归吃酒 但是这道理嘛 还是得说清楚的 对不对 没错 这道理必须说清楚 太岁 北斗司是什么 北斗司是我朝立国才成立的 这从古至今历朝历代 都没有这样的司法衙门 这天下该大制还是大制了 但我等司法衙门呢 却是不可或缺的 你等北斗司只是十一补缺 锦上添花罢了 什么意思啊 你们是看不起我们北斗司是不是 那个眼镇是不是被我抓住的 可是账本呢 还是被你们拿了 那老狐狸抓住了吗 并没有啊 他还是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的大宰相 太岁 对 你不能因为一个人偶然 逃脱了法律制裁 就说法司无用啊 他们之所以逃脱 是因为没有足够的证据 而且就算对于坏人 我们也不能依靠假设和异想 去定人家的罪啊 另外 这件事我并未罢首 我一定会查出证据 找到真相 把它绳制以法 好 那我们就比一比 看是谁先抓到那个大狐狸 好 来 星影 来 走 看 比如说 好 人家的 烟衣 走 他的军oro 他要处独自闭 偏激的话 就不会奋而离开北斗斯自立门户了 当年我北斗斯那是高手如云 何等威风啊 要不是后来分离成两派 被上一任引光星君 带走了一大批的高手 也不至于像今天 这般冷清了吧 那他竟然是我北斗斯的人 为什么会连同那些坏人 欺负我们啊 他很早就离开寺内了 而且本来就没什么人认识他 哦 仔细想想也对啊 除了我北斗斯 哪还有人 有这么高明的机关术啊 这你可就说错了 天下之大能人意识这么多 怎么可能都被我死网罗旗下呢 道理虽然是这么个道理 反正现在眼睁已经死了 天底下哪还有人 比开阳姐姐的机关术 还要高明 有 至少还有一个 谁啊 他在很远的地方 人生在这儿 绝在有如浮瓶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到他 小嫂 娘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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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娘娘 娘娘 快 动着 太医 爱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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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母后在御花园闪花的时候 突然晕倒了 太医都看过了 什么也没看出来 爱妃 是我 你睁开眼睛看看我 我来看你了 爱妃 这是 这是怎么了 父皇 我听说 北斗司的洞明星君 一束高明 您看是不是 我都忘记这茬了 周政 快快宣旨 选北斗司防御室洞明 做来给真的爱妃诊治 劳奴领旨 一群废物 都给朕退下吧 我 皇上 干什么 皇上 淑妃娘娘突发奇症 连太医们都毫无办法 恐怕洞明 也无法诊治啊 皇上 何不请得庙上师出手啊 得庙上师先法高深 定能药道病除啊 有道理 快去啊 老奴遵旨 爱妃 醒醒啊 爱妃 你可别吓我 去 快 快 上师 快快快 快点 快点 周公公 您可把人给请来了 雷公公 娘娘病重未行 皇上哪有心思谈经论道啊 你也不是第一天在御前侍奉啊 怎么会犯这样的错误呢 周公公 您误会了 德庙上师此次是皇帝特意请来 给淑妃娘娘瞧病的 德庙奉赵而来 为淑妃娘娘诊病 你一个内患 安敢说三道四 雷公公 宫中规矩 为陛下和诸位娘娘贵人诊治的医事 必须经过太医院的考核 以免拥医误诊 不知这位德庙上师 是否经过考教啊 这不是非常识 兴非常识吗 淑妃娘娘突发奇症 病得这么重 太医院义干人等都束手无策呀 可德庙上师先发高深 说不定淑妃娘娘这病 就着落在德庙上师这儿了呢 说不定 房医师大人 给娘娘诊病要紧 您请 可有了结果 陛下 娘娘的病十分古怪 哼 也就是说 诊治不出了 皇上 还是请德庙上师出手吧 你们二位已为淑妃诊断过了 你们二位已为淑妃诊断过了 到底结果如何呀 你们二位已然 我还不见过 再回到这儿了 她的转眼 然后回到这儿了 你能够见过 你还不见过 我还不见过 你还不见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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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不见过 你还不见过 陛下 经臣诊断 淑妃娘娘是中了骨 中骨 朕这宫中哪儿来的骨啊 这个却非臣能所知啊 那有什么方法 能解淑妃这个骨啊 陛下 这巫骨之术千奇百怪 同样的症状 有数百种的下骨方法 若不能确定 淑妃娘娘到底种的是 何种蛊毒 贸然忍治 会伤及娘娘的性命 臣不敢鲁莽 皇上 德妙上师先法高深 是非凡夫足子所能比拟的 依老奴之见 定是德妙上师作言为真哪 不如赶快彻查宫中 找出师眼之物 以解淑妃娘娘之苦啊 万岁不可 陛下 自古以来公为之中 常用人借乌眼之术 借刀杀人铲除异计 还请陛下 还请陛下三思 防御使大人 不管是中了蛊毒物 还是中了眼术 总之是有人要加害淑妃娘娘 不是吗 慢着 这个话说对了 皇上圣命 既然如此 自然就应该赶快找出凶手 防御使大人 您说是不是啊 陛下 淑妃娘娘突然病倒 并非生病 而是有人暗中加害 若是不及时找出凶手的话 只怕娘娘命不久矣啊 圣师 朕就与你便宜行事的权利 任意行走宫中 彻查此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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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才说最深蒙思 浪淘尽多少英雄中消失还拖年旧日谈 不复两成故人如死 本无憾谁的英雄往事爱恨皆无知 原来生不喊我名字 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